在一次世界拳王爭霸战中,两位美国职业拳手打了六个回合,还未分出胜负 两人之中卡菲拉比较年长,巴雷拉就较年轻 在第七回合之中,巴雷拉击中了老将卡菲拉的头部 卡菲拉顿时被称念种 有四个阵,巴雷拉走到卡菲拉那里向他诚恳自怯 他用自己手中干净的毛巾续续续拆去卡菲拉念上的血迹 然后将矿泉水撒起卡菲拉的头上,那种神情仿佛是自己受伤 接下来两人继续交手,或者年纪大,又或者是体力不知,卡菲拉又一次被击倒在地 按赛例,裁判连叫十声,如果倒地的拳手不能起身,就可以判对手得胜了 但未数到三,巴雷拉已经把卡菲拉拉起身 裁判很吃惊,巴雷拉向裁判解释说 我犯了亏,只是你看不到,这局不算我赢 卡菲拉站起身,两人未消继续击拳 最后卡菲拉的108比110的成绩输给巴雷拉,观众向巴雷拉献花致敬 巴雷拉撥开人群,走向被冷落的老将卡菲拉,把鲜花送给他 全场观众都认为两人都赢了 增并otte坊 增并otte均 增并otte均 增并otte均